中樓對我來說 都有很美好的回憶 當時我大約五歲左右 清明節我記得在這裡上火車 當時很逼人 我們上不了火車 大人就把我們在窗口帶上火車上 給我一個很特別的回憶 很有感觸 佛車 你真的有門 為了 夥伴 你真的有意見 為了 你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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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中國和英國政府決定上一條鐵路 連貫香港和廣州 港英政府負責英段興建 在1906年開始興建鐵路 直至1910年的員工 當時就住九龍總站的設計或位置都未決定 直到1912年就決定選擇在現在中樓的位置 中樓正式在1913年開始興建 直至1915年外部大致完成 而至於中樓的四面鐘和Bell 其實是要到1921年3月22日才正式安裝員進行運作 而這個鐘是在1919年在英國主造的 而在1921年3月就連同電子鐘正式運作 而這個鐘一直到戰後 其實就到了1950年的時候 由於四面鐘和鐘聲不太協調 所以最後就是1950年的時候 這個鐘就停用了 直到1970年代的時候 鐵路總站拆卸的時候 鐘也搬了下來 其實看到這個鐘下面的這些木枕 其實就是當年的路軌旁邊的木枕 為了要拆卸原本的總站 在我們想好好保存這個鐘樓的時候 是做了一些相關的鞏固工程 例如在裡面的一些木樓板 是將它改建成一些石子的樓板 希望令它可以更加穩固地站在那裡 還有一些木梯其實都換成一些鐵梯 在窗戶方面 應該最原本是一些木的窗戶 後來也改造成一些石子的窗戶 因為疫情都不能到處去 還有尖沙咀都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另外鐘樓是香港的地標 很多年來都在這裡 就想在這裡紀念 還有鐘樓對於我們來說 以前經常來看煙花 還有到數都會來這裡 所以我們都選這裡來拍結婚照 那沒有這個人 一些文靈機事情 都覺得美國人 會更新的樣貨 非常好的 大家想安置一下 我想 rappelle可對與ほpas 店街道 Rafale 有機會 金舔 用走 有錢 鼓 監製 人 不要